我們在2024年的3月又出了一個新的套牌 又在強化我們的不死族 各位好我是玩熊哥 那不知火已經夠猖獗了 現在又在強化不死族的怪獸 那放了幾隻跟這個不死族有關的同調怪獸 還有一些效果怪獸 來強化這個不死族系列 對 那這個套牌今天已經正式上市了 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感覺是怎麼樣 對那應該大家還是習慣先觀察環境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套牌有什麼東西 好這個套牌用1000可以買 然後裡面有五張新的卡 灰色的就是新的卡 然後有亮顏色的就是舊卡 對那舊卡比較好的有 僵屍帶菌者、真紅眼不死龍 還有死靈海馬 對 然後還有真紅眼不屍龍像這一種 那主要我們今天就針對多出來的五張卡 來稍微瀏覽一下它有沒有什麼奇特的效果 好 首先第一張 這一個是0到4殭屍 對那它的等級是暗屬性等級6 攻擊2000 手背力0不死族效果 不死族的效果怪獸 那卡明12效果一回合只可各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是與我方主要階段可以發動 從手牌 牌組將一隻不死族怪獸送入墓地 好 所以第一個效果有點像這個 馬 不是牛頭鬼 就直接從牌組送墓 或者是從手牌送墓也可以 但是它這隻是等級6的 所以你要想辦法先把它跳到場上 你才可以發動 第二個效果 磁卡被除外的場合可從我方目的 將一隻不死族怪獸除外發動 特殊召喚磁卡 磁卡 以此效果特殊召喚來的磁卡 從場上離開時 返回到牌組最下方 所以如果它被除外 你就除外目的的一隻不死族 就可以再把它跳上來 但是這個跳上來的 只要被離場 它就是回到牌組的最下方 它也不是到除外區 也不是在目的 對 這個是零到式殭屍 那有特殊用法 大家可以在底下補充 我目前為止不太熟悉 對 沒有很 對這個牌沒有什麼概念 好 第二張 破魔烏鴉天狗 那這張比較像劫場卡 地屬性等級4的不死族怪獸 攻擊1400 守備1200 好 那這個斯卡明的效果 一回合只可使用一次 對 那它只有一個效果 斯卡因對手效果 被破壞送入目的的場合 或從目的特殊召喚成功的場合 就兩個嘛 要嘛就被對方炸或者送目 然後以效果送目 或者是它直接從目的特殊 對 那可以對手場上一隻 攻擊表示的怪獸為對象 發動破壞該怪獸 可以炸一張表測攻擊的怪獸 對 那 如果可以搭配讓它一直蘇生上來的話 對 就可以炸怪 但是因為它有被綁定卡明一回合 只能用一次 所以就算你有複數張蘇生 應該也就只能用一次 對 好 接著 真紅眼的不死龍皇 哇 這個名字聽起來非常的炫酷 好 暗屬性等級 24 6 80 等級10 攻擊2800 手背力2000次 不死族的同步效果怪獸 跟真紅眼不死龍有點像 對 那它必須用不死族的協調 加協調以外的怪獸一隻或以上 對 那它是綁得滿死的 應該就是不死族專用的同步啦 對 那像不死龍它好像是沒有綁 它沒有綁 這一個種族的 那像這一張卡是有綁的 好 那它一二個效果一回合可以各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是 在對手回合 只有在對手回合 可以一隻除真紅眼不死龍皇以外 我方目的之不死族怪獸為對象發動 特殊召喚該怪獸 它可以把目的的不死族怪獸 蘇生在對手回合二速發動 第二個效果 此卡存在於目的的場合 可以我方場上的一隻不死族怪獸除外 發動特殊召喚此卡 對 把場上的不死族怪獸除外後 就可以特殊召喚 但是它應該有 它會有蘇生限制 也就是說你沒有把真紅眼不死龍皇 這一個正規同步召喚出來 你是沒有辦法發動第二個效果的 所以你還是得先同步召喚等級10的 對 那我不確定不死火 不死火融入這一個 因為這個也是等級10 然後不死火的最高星也是等級10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把它加進去之類的 不確定 好 接著優娃卡是巨海龍菲爾格蘭特 那光屬性等級 哇不死族光屬性很特別 光屬性等級8 攻擊力2800 守備力2800 同步效果怪獸 那它要用不死族協調加協調以外的怪獸一隻以上 所以它一樣是不死族的這個搭配 好 那卡咪的效果一回合可各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是 史卡特殊召喚成功的場合 可以對方場上或目的的一隻怪獸為對象 將該怪獸除外 哇直接出來就直接除外 這個第一個效果是蠻強的 把有收出來就可以直接把它解場 而且連目的的也可以吃 場上跟目的都可以把它除外 好看你要除外哪一個 第二個效果 此卡已存在於怪獸區的狀態 且怪獸從目的特殊召喚的場合 可以場上一隻除此卡以外表測表示的怪獸為對象發動 只是回合結束 使該怪獸效果變為無效 所以特招成功的時候就可以 這個叫什麼 那個就是直接讓對手的效果無效 但包含自己也有可能會被無效掉 對但是是可發動啦 所以應該也是還好 好接著不朽之龍 其實這個卡圖我覺得沒有到很帥 對還好 對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麼 那它這個是暗屬性的不死族 它是同步又是協調 對所以 如果通常具有同步跟協調能力的 通常都是它發動完效果後 又繼續把它往下做同步 對那它的攻擊力是500 所謂的2400 等級6的暗屬性不死族同步效果 同步協調怪獸 好 那它必須用協調加協調以外的怪獸一隻以上 是一個泛用的同步 那一二個效果一回合可各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與我方主要階段可以發動 從牌組將一隻不死族怪獸送目 那此卡等級變為和該怪獸此卡原本等級差額的數值相同 對你就是先把一隻牌組的不死族送目 堆目之後然後再調心 對你的調整你的心數 那應該就是要繼續往下做同步的意思 因為它本身是協調怪嘛 第二個效果此卡存在於目的的狀態下 且我方的不死族怪獸 因戰鬥被破壞時可發動 特殊召喚此卡 以此特殊召喚而來的此卡從場上離開被除外 那跟剛剛的那個一樣 它也會有蘇生限制 也就是說你沒有用正規同步召喚 把這一隻同步到場上 就算它送到目的 你也沒有辦法從目的直接蘇生到場上 對就是所謂的蘇生限制 那它在目的的狀態不死族怪獸要被戰破 而且已經限定戰破 好 那特殊召喚此卡 對那就可以從目的特殊上來 所以這一次的強化大概簡要的是 這一張是 這一張主要是堆目 然後自己自體特招 然後這一張主要是炸表側攻擊 好 這一張主要是在對手回合二速的蘇生 好 然後或者是在目的也可以自己復活 好 然後這一張主要是除外 可以用來解場 對 然後或者是讓對手的效果無效 好 那這一張不朽之龍的話就是可以調心 然後本身又是協調 然後主要就是 場上的不死族怪獸被戰破 它還可以從目的復活上來 好 以上就是我們不死族的新套牌 那大家看完不知道感想怎麼樣 我自己是覺得 哇靠你媽的那個 那個不知火已經夠靠杯了 現在又再加強不死族 我要來去吃拉麵